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学历史很多年了 可能是第一次是在美国见的 因为他当时在加州大学 那个新年一个分校都被一个门口 后来带了很多作家来到美国访问 我的游戏都会有罪位 就这样见到了 我玩都有给生年的朋友高兴 其实压西在我的影响里面 最主要的都是 可以介绍 可以第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介绍我怎么样掩饰香港文化 现在南海当年压西跟我谈的香港文化 如果讲得再清楚一点 就是一方面就是 可以带我体验香港的生活文化 怎么样写插修包 写什么红酒 或冰毒 像环什么东西 那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以让我知道香港的文化有历史感 因为我有一个共同的兴趣 就是我以前在美国还搞中国英台文化 他在美国都演过中国英台文化 所以他就跟我介绍好多香港的历史 所以香港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 所以很多所谓难来作家 还会告诉我 当然有其他的纪留 后来我看到了很多 比如说小学老师 警示生 他们就慢慢地改善我 台的香港文化的纪留 所以你两方面干嘛一切呢 我对香港文化的台法 可能跟你的 你不一个好商人都不同了 因为你可能在香港文化没有历史 但是现在的纪留非常多了 后来亚细摩记得都搞香港文化的佛 他最终于港的 就是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 他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 还有一些副部 因为我们台国那个 《走土》 有个电影 叫《老一强学的》 那个小社《走土》 那个电影里面有个年轻人 从那个走土 一路坑干门花干嘛 那个年轻人走还《牙细的娃生》 那个《牙细的娃生》 我雷强做的《牙细的娃生》 后来老一强先生说《腿八开》 后来就写稿 慢慢慢慢留一场铁八开 后来就 开始变成一个香港有名的作家了 吸引了 在美国的《牙细》 特别还演过当代中国文化 开始举到台湾文化 香港文化 当时我都想玩一个香港的作家 代表香港 那种作品来代表香港 我个个都玩得多好牙细的作品 因为他写在作品里面 他有三百小小的和西瓜 他就把香港的 铁门港变成一种语音 变成一种 好像一个海岛和代表之间 我这个海岛漂流在国际之间 把那个香港人的那种果性 特别是那种门口家的一种果性 用一种他的西瓜语音带出来的 因为我现在有些都好怀念牙细 因为他跟我结婚了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他还有一种好像有幼儿病 我就好忧愁啊 好沉重啊 我就好烦躁了 有一个人见过他的医民 我没有见过 他见到我呢 就一路感受 所以他还有一种 对于那个人生啊 对于生活啊 有一种zest 一种疫情 他的人生啊 玩得好好玩 所以我成为高王呢 现在的晚年 都还那种一个样式 所以一哈 后来好多年之后 他说他有那个cancer了 但是我去到他的时候呢 他不会已经走了 我太太同学在一切的时候 我就说我的年纪大了 要做烧啦 做那个平拉公啦 他都跟我做的 他中医生医 灭头台都做了 所以一路到他最后 过生的时候 我好奇 我都没有难道 他会赶快过去 因为他做要做好多业 最后大概一个月 过生 他过生 一个月 还写一封圣给我 就希望我的领导 会会讲一门佛 我啊 我愿意讲到还不到 因为中大 不会叫我到另外一个 后来见佛 所以也许那种对生命的 怎么说 一种疫情 好像不是一种 我们心目中的忧愁 多愁善感的那种吸引 不是这样的 吗